我们可以利用存储的微信用户相关的信息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去查询出某一个城市的用户的列表 这里我们可以在给用户签发token的时候去用一下用户的微信头像 大概自定义的插件的这个PRP文件 之前我们在这里面添加了一个名号WPRESTJWTALTER这个函数 它里面修改了签发的token里面的数据 在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再去添加一个WXAVATER 它的值用一下getUserMeta去得到用户的Meta信息 我们可以先告诉它用户的ID号 这里面可以使用user的ID这个属性 第二个参数就是要得到的这个Meta信息的名字 名字是WXAVATERURL 第三个参数把它设置成TRUE 这样可以得到一个单一的值 不然的话会得到一个数组 下面再去判断一下如果有WXAVATER 我们可以再去处理一下WXAVATER里面的值 用一下substore 处理的就是WXAVATER 位置是0 长度是-1 因为用户微信头像的地址里面 最后一部分表示的就是用户的头像的尺寸 诺认它的值是0 这样头像会是一个640像素的图片 这里我们去掉了最后的这个数字0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配置一下 让这个WXAVATER等于一个数组 里面先添加一个LG 对应的值就是WXAVATER 加上一个132 这样会得到一个132像素的微信头像 再添加一个MD 它的值就是WXAVATER 加上一个96 再添加一个SM 它的值是WXAVATER 后面再加上一个46 下面再让这个DATA里面的 UserAVATER的值 等于上面定义的这个WXAVATER 然后把下面设置的这个 UserAVATER的代码放在定义WXAVATER的上面 这样如果找到了用户的微信头像 就在签发的Token里面 去使用用户的微信头像 下面我们可以去试一下 先推出一下登录 再按一下微信登录 在个人大页面上 现在显示的就是用户的微信头像